最新李家超責任財政司去搞活那個股票流通量 就是說死了 現在那個印花稅雖然有得收 不過成交量低 跟他原先的估計就好像樓市那樣 又是成交量低 跟著那些樓又拍不出 死了錢從何來 財政司就負責去賺錢 所以就找他責成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用以前那些大家歸秀的金融發展局 因為金融發展局那些大戶歸秀 那個人都是大隻責任 你叫他坐在那裡說就可以了 叫他身體力行做不到的嘛 所以他就想到 不如開一個新的部門 有一個什麼委員會 找個唐嘉誠 是不是? 先批評這個駕藏碟屋先 就是說梁振英作為政府 現在中央政府在香港最高職位的人 他所成立的東西 你現在不用了 是不是? 很厲害了 難怪之前呢 梁振英咆哮了 就是粗情大法 粗情是不是合粗的粗 你也可以這樣理解 是一個呢 火字邊做粗的另一邊的那個粗 很粗 所以就罵他的馬 罵李家超的馬呢 就是那個局長 粗口局長 是不是? 就說他一眼就看痛了 因為這個政治 唯一懂政治的一個特首 他覺得自己 一眼看通 你們在搞團團火火 在地區那裡搞先 在黃大仙區搞先 所以借著那些這樣的飲宴 其實就埋堆 堆積了你們這些新港共的派系 是不是? 聯同那些土共一起 好了 所以他這次藉著財政司 財政司 你是一向都知道 通了天的了 你是屬於一個梁振英的人 是不是? 那我就插過李嘉誠 唐嘉誠進來 做什麼? 就是監督你 這個委員會監督你 你快點做事才行 然後我收料 所以新港共的那些人 就可以在這個過程裡面收到資料 但是做不做到? 你一看委員會的名字 你就知道 我們行內人就知道 這些是什麼人來的 那這些是什麼人? 這些不是新港共領導班子的人 你可以怎樣搞活 這樣 是不是? 如果你搞不活 又怎麼樣? 剛剛財政司又揹個大鑊了 只是做了三、四個月就已經財赤去到九、八億了 又是問這個問題 錢從何來? 天不會跌下來的 就想辦法了 以前就很容易 加快賣地 但是現在地產博又不跟你合作 是不是? 因為計過這條數 看來後市都殘殺了 那為什麼要圓積土地呢? 現在就先蓋上那些了 是不是? 然後你還有 北部都會區 接著又有明日大月 未來十年二十年大碼土地 現在需要幫你投 是不是? 接著如果不用幫你投 你就更加又是財政司 就是說發債去搞這兩個 北部都會區和明日大月又有問題 是不是? 所以你先要拆掉這個蛋 這個大蛋就是 怎樣才能搞活這個資本市場? 最近中共就弄了三大監管部門出來 然後就叫大家商量完之後 推出四項措施 其中一項就是減 減印花稅 說來講 早前幾個禮拜 那些人已經開始說減印花稅的了 接著土地那裡 那些地產發展商說不投地 除非你呢 先減辣 接著中原美聯友出來 我搞不定了 你不減辣 我又搞不定了 然後那些重量聯行 那些世界級的股價行 曾煥平先生 就是我很尊重的這個老航專 他又走出來 又說今年最少最少插多10% 除非你又減辣 說來講 這些又是令到財政師頭痕 一減辣 那我就連那裡那些錢都沒有賣 是不是? 去哪裡去撲水回來呢? 現在拿著減辣呢 第一 就是樓是用來住的 那我不可以政治不正確 一鬆了這一刻 要中央批的嘛 第二件事 我的錢都沒有了 那些減辣 因為那些印花稅很容易的嘛 那裡不像你股票那樣的嘛 而股票那裡 那些業內人士又要你減免花稅 那就是說 叫我更窮一點嗎? 更窮一點 我借了很多錢的了 相對去年已經 就是我年年赤字 接著就已經靠什麼呢? 靠我政府一向都沒有借錢 現在這幾年借了很多的了 借了三四千億的了 是不是要再借啊? 要再借 人家一直幫我數著 數著那個籠底的了 我現在只有七千多億了 啊? 就是流動性那些 除非我賣 賣什麼呢? 就是好像以前 就是領匯那樣 啊? 把那些石頭啊 去搞活了資本市場之後拍 放下去當領匯那樣 那行不行啊? 所以呢 現在的財政司 現在就面對這些各方面的壓力 那除了說就是搞活那個市場 只是在減少花稅當然不行啦 是不是? 你要想些什麼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 好像澳門那樣 我給他的了 派泥馬 就是誰人來炒股票呢? 我才給你泥馬 就好像消費券那樣 啊? 啊? 誰入場的 我給你一萬元 你呢 就可以買五隻股票 每隻股票呢 就是剩下兩千元省你的 那用來買股票 那就開始有人會買的了嘛 一買呢 有贏 有輸 那就落搭咯? 那你才呢 人家泥馬這麼多年啊 成功啊 就是想你多些人入場嘛 來賭場嘛 同一個道理而已 現在 你一定要用泥馬的方法 我才能夠搞活到這個聯交所那些投資市場 那當然啦 其實最終是一樣東西 是不是? 就是back to square one咯 回到2019年的3月 那時候呢 就是真是一國兩制了 大家認識的 那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是不是? 回到 回到未來 那這個呢 就是真是長短解決的方法 報道無罪 知情有價 請職訂閱 追新聞